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黑色沙漠Mobile 今天是台灣伺服器開放的全職業覺醒 簡單來說 即是二傳 大家一登入就要發現 很多活動 很多事情做 還有二傳 不知道做哪一件好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今天做完二傳任務之後 提升了500多戰鬥力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段影片 我本身是5400多戰鬥力 但我今天做完二傳之後 一天之內 就由勇士升為藍爵 所以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做二傳任務的程序是怎樣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伺服器維護完之後 有些什麼要注意 或者有些什麼可以購買 首先我們現在回到家 好了 回到家了 其實大家登入就會看到任務欄 說有新任務 其實就是故事裏面的職業覺醒 我會建議大家首先做了它 做完 趙克就會叫你回家找工匠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將你的舊武器換成新武器 如果不是你是沒有武器用的 就是這個 武器交換 不過有一樣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大家在用三個洞的武器 就像我那樣的話 就要在表面拉到最底 你才會見到你的武器 我一開始都見不到 好了 換完武器了 轉完職了 覺醒了 但你會發現你的戰鬥力沒有加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下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裝備覺醒 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的就是 你的裝備要是紅色 三個洞的橙色 或者最少兩個洞的頂級橙色 才可以做到覺醒的 如果不是 不好意思 麻煩先收集了 你加不到你的戰鬥力了 好了 裝備覺醒 其實每一個部位 都要做任務的 而當中最麻煩的就是 主武器第一個 他要打世界王三次 我就見不到他三次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先做了其他部位 將主武器的留到最後 而其他部位 其實的程序 有一些是要收集 材料幾千個的 我都會建議將那些擺後一點 做了一些比較簡單的 舉個例 可能是 古代遺跡打五次 勇猛之地殺四千直怪 比較簡單的 先做了 接著先做收集材料 收集完材料 醒覺了你的裝備之後 你會發現 裝備有個圈圈圈 這些就是覺醒了的裝備 再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真真正正加最多戰鬥力的 就是這個 黑精靈裡面的 魔力黑刃 因為 覺醒完的裝備 其實你可以 黑刃多兩下 而覺醒的魔力黑刃 加非常之多 最多可以加三十一 所以 好運一點的話 每個都加二十幾 其實這裡已經加了百幾 不過我非洲人 每個都加十幾 這些是正常的 習慣了 所以 這個就是裝備覺醒了 完美 未完 加戰鬥力 還有另外一個 不過我做不到 我純粹給大家看 就是你的 連金石都可以覺醒的 但是 非常非常之多 連金石的覺醒 就是如果你的 連金石是紅色或以上的話 你就可以 覺醒你的連金石 不過 是要三萬個粉 那我當然沒有那麼多 這個非常之多 但是 每一下都加多少 因為發現 有53 53 加到68 68 即是他升一級 加30 其實也不少 所以呢 下一個可以做的 就是連金石覺醒 不過現在我無法展示給你看 因為我都沒有那麼多 好了 這一個就是 這次 二轉 職業覺醒 大家要注意的東西 或者怎樣可以快速加到戰鬥力的方法 最後 就是這次維護完之後 有什麼要注意 第一樣呢 就是 剛剛說 你用不回你的武器 簡單的說 你本身的時裝的工 不是 你本身時裝的武器 你都用不回 所以 這裡會無緣無了10的戰鬥力 如果大家有豬仔的話 就要去 商店買一套新的時裝給你的人 如果不是 你就會無緣無緣無了10的戰鬥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大家會用黑精靈模式的話 其實他有一個新的商品 就是這個 推薦商品裡面 他有一個叫黑精靈Plus 有7天的 我相信就是很多玩家包括我 去填一份問卷的時候 就跟他說 黑精靈Plus 3小時太少了 我還跟他說 200%也太少了 所以呢 他就推出了這個商品 賺你的錢 就加到他變6個小時 還有負寵多800 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會給你的電話休息的話 這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一個 就是剛剛說 你的 連金是可以突破的 不是 是可以覺醒的 是不是 其實 3萬個粉是可以買的 就是這個 覺醒的商店 這裡是可以買多一點的 如果你有豬仔的話 不過 我正在儲豬去買那套時裝 這個下一步 所以 今次 這個更新 要注意 或者怎樣能夠快速提升到戰鬥力 我會建議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其他見解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